上課鐘聲響起 女高中聲表情超無助 眼看又遲到了 沒想到下一秒 她居然化身壁虎 開始爬牆 手腳俐落從一樓爬向二樓 尾觀同學忍不住驚呼 瞧她右腳一個大跨步 少女人已經在二樓外強 還要繼續往上 單手吊掛把十恩子一甩 左手順勢抓住牆壁 好身手簡直是女人者來著 但這可不是什麼直擊影片 而是一支日本電信業者的廣告 但強調看到的絕非特效 因為爬牆少女真有其人 演出廣告的大場美和 今年17歲 真實身分是高中生 但同時是國手級的攀岩高手 9歲就開始接受訓練 17歲就成為世界杯日本代表 因為外型很萌 網路上流傳許多她的練習影片 還有認真攀岩的側寫照片 截演這支廣告之後更是爆紅 影片PO網短短一星期 就超過一百萬次點閱 不過人家有練過 現實生活中就算上學遲到 像這樣飛簷走壁不可能 還是乖乖準時起床吧 東視新聞綜合報導